你愛有 參著優美的排灣族鼓搖 現場的民眾席地而坐 輕鬆的享受在音樂的氛圍 第四屆南方草草節 10月26號起在金輪部落舉行 大鳥部落鼓搖隊 帶來部落的傳統鼓搖音樂 分享給前來聆聽的民眾 希望讓大家認識 排灣族的傳統音樂 很棒啊 就是很舒服 沒有很多很官方的活動 就蠻自然的這樣子 希望透過這些歌曲 跟我們台灣在地所有人分享 希望透過這樣不一樣的文化 我們能夠彼此 互相尊重跟學習這樣子 南方草草節的南方 意思是指台東南方以南 而草草 草草 在排灣族語中是人的意思 結合起來就是在南方以南 生活的在地人 舉辦南方草草節 也就是想讓外地遊客 體驗部落生活的日常 將部落文化特色傳遞出去 那怎麼樣去感受到 驚風或者是大舞 太馬里或者是達人 這些南方人的生活 到底是什麼樣的樣貌 你可能透過飲食 你可能透過練習歌謠 或者是公益活動這樣 所以這其實是今年 南方工作坊比較特別的地方 策展人表示 活動也結合南回永續旅行聯盟的 生態環境永續中止 不提供一次性的餐具 同時藉由工番 講座 士奇 音樂等方式 請問帶領民眾走進部落 體驗認識部落的生活日常 感受地方多元文化的饗宴 原市新聞物局台東太馬里 采訪報導 只有一首歌 知識部落的 詞 包括